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春天 讲述的是一位贤惠的妻子 为了帮助画家丈夫亲自把小三领回家的故事 电影是由一个穷苦的女子开始的 她为了生存和养家,以做苦工为生 在一次领救济粮的过程当中 被一个有钱的女人相中了 贵妇希望她能够给自己的画家丈夫做人体模特 在得知人体模特需要脱光衣服后 女主出于羞耻的本能而拒绝了 可是对钱的需求和渴望战胜了自己的羞辱和自尊 女主一番挣扎之后 忐忑地接受了这份报酬丰厚的工作 原来这个有钱的女人是为了拯救自己身患绝症的画家丈夫 才想到了这个主意 于是在一番沐浴更衣之后 女子来到了画家面前 而奇怪的是这个办法竟然真的管用 本来连水杯都端不稳的画家 此时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瞬间精神起来了 初次当模特 女主当然很拘谨了 这种状态怎么能顺利做画呢 作家开始了对女子的认真调教 结束了工作回到家的女主 还没来得及休息 就被赌鬼丈夫给抢走了钱 还挨了蹲奏 就这样在画家的调教下 女主对于模特这件事情开始越来越熟练 两个人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起来 可是女主依旧没有拿到钱 因为那个渣男丈夫一直要钱 终于有一天 回到家的女主竟然发现 渣男还领了个女的回家 毫不顾忌的大白天在家里鬼混 忍无可忍的女主一盆凉水泼了过去 最后泼走了甜不知耻的女人 也泼来了一顿毒打 而随着和女主的相处 画家脸上的笑容逐渐增多了 就连身体也一天天的好了起来 还时不时的可以出去看看风景 可是女主挨揍 她是不可能看不到的对不对 毕竟一丝不挂 无处可躲 画家这个心痛啊 不知不觉之间 她已经爱上了这个纯真朴实的女主 在画家的不停追问之下 女主含泪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个渣男是她老公的战友 牺牲之前 老公把女主托付给了瘸腿的他 而这个禽兽竟然把女主给玷污了 无奈之下 女主只能委身于他 没想到的是 某天画家和女主正在配合 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 那个渣男老公恶狠狠地闯了进来 不仅打得女主满脸是血 更是砸碎了画家的心血 面对这种场面 画家竟然非常平静 她再次呕心沥血地做起了雕塑 短短几天 既然像老了几十岁 妻子心疼得眼泪直流 可是却只能成全丈夫 因为妻子已经看出 丈夫的身体撑不了多久 却无可奈何 一天早晨 警方发现了一具尸体打破了瓶颈 原来女主的渣男丈夫被人给弄死了 脸上伤痕还没退去的女主 麻木地听着警察的话 又麻木地往回走 走着走着 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狂奔起来 果然男主开枪自杀了 她在临死之前 为她所爱的两个女人 做了能做的一切 一是给深爱她的妻子 留下了一尊自己的雕像 取名叫做春天 希望能够代替自己 陪伴她走过接下来的岁月 二是为女主夺回了自由 还给她生活的尊严和希望 电影的最后在乡间小路上 是一片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色 春天就是希望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